地龙离开,小猪粮逃过了一劫 小猪粮探头一看 发现螳螂怪正在施杀大王蜂 今鉴定螳螂怪属于大迷宫下层生物 它的力量甚至比大金蛇还要厉害 这时一只上只蜘蛛抓住螳螂大口啃食 小猪粮见状赶紧开溜 它使用引力技能缓慢前进 前方有一群田螺虫 看起来很好欺负 饥饿的小猪粮碰出蛛丝 小猪粮口冒白套,灵魂出鞘 这种难吃到极点的味道 差点让小猪粮去世 田螺虫龙又要腐蚀抗性提升至三级 作为异世界第一看饭猪 怎么可能留胜饭 它在吃到口啃食 果然这种东西就不是猪吃的 小猪粮继续前进 来到了迷宫下层 三只蓝色的恐龙前来送金燕 小猪粮微微一笑 喷猪猪网 捕获三只恐龙后 小猪粮获得了毒素师的称号 它将猎物拖进角落 很快猎物被吃得干干净净 吃饱和猪的小猪粮终于有了精力 它开始研究起毒液合成魔法 一番研究后它隐藏了一段咒语 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喝了个空气 没一回毒液真的出现了 但毒液没有勇气可装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恶绝猿 小猪粮只能利用猪狮赶紧逃离 没想到的是下方还有一大群 好不容易来到一个至尽之地 回头一看 一只跳着奇怪舞蹈的巨猿猴出现了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突然它冲了过来 狠狠的一拳 接着又是一套组合拳 小猪粮被打得节节败退 关键时刻小猪粮看准时机 它用猪狮缠住巨猿的手 巨猿来了一招大风车 火羊巨猿的脑袋不行 竟然自我束缚 小猪粮一交毒牙 狠狠地咬住巨猿 巨猿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没一回便死了 小猪粮获得了大量经验 吃饱喝足的它 玩起了吃剩的骨头 它发表了一番地道的美食平衡后 便昏睡了过去 睡得正香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怪响 往下一看 让人毛骨悚扬 无数双血红眼睛震定着小猪粮 明显是巨猿猴的同伴前来复仇 眼看众多巨猿就要爬上来了 小猪粮拼命往上爬 想要逃离这个危险之地 悬崖下的巨猿不断扔石头 这时小猪粮释放出猪网 这招果羊有用 暂时抑制住巨猿 却没想到巨猿也很聪明 会装动从上方时机 小猪粮把巨猿捆起来当作路障 没想到高智商的巨猿 竟然选择跳崖来为队友开路 巨猿的数量越来越多 小猪粮明白这场战役 势必以命相搏 先爬上来的巨猿 一把扯断小猪粮的腿 痛得小猪粮倒在地上 他马上站起来扑上巨猿 巨猿不慎掉落悬崖 更多的巨猿一拥而上 危机时刻小猪粮突然升级 他换皮勉强让自己躲过一劫 随后巨猿搭建梯子追了上来 小猪粮只能放手一波 喷出强力蛛丝 穿过城前绝对的巨猿 他将巨大的岩石狠狠地砸了下来 这里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群恶嘴猿又冲了过来 恶嘴猿搬起巨石 巨猿具有学习能力 他们使用人体战术不断靠近 甚至还为了腾出地方 主动甩折致敬 这时一只恶嘴猿突然一跃而起 小猪粮赶紧用蛛丝 做成天马流星锤 夹上恶嘴猿 小猪粮为了大量毒液 又搞定了一只 突然后方被拾击 小猪粮的身体被咬了一半 受重伤的他即将意识全无 但他没有放弃 靠着半边身体 再次用毒液冲撞二嘴猿 在掉落悬崖途中 小猪粮再次脱皮升级 真的是有惊无险 这群猿猴全成为了战利品 小猪粮兴奋的大喊 终于成功活了下来 回想起一路的经历 小猪粮被自己的奸厂感动到 大烂不死必有后福 小猪粮又迎来了一只进化的机会 但现在他没有心情选择 他找到了通往上层迷宫的道路 我是曾湘君 我们下期继续